肿瘤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矮 一线肿瘤也不例外 绝大多数一线的肿瘤是良性的 比如良性的一线粒节节 一管的囊肿 一线组织的肌液囊性包裹等等 一线癌在我们国家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恶性肿瘤 它的发病往往是比较隐匿 在早期没有症状 目前对于一线肿瘤的诊断 或者它的发现方式呢 主要是通过B超CT等等这样一些辅助手段 才能够确定 另外呢 要从病理学上 对良恶性肿瘤加以区分 就需要对一线的肿块 或者肿瘤组织进行穿刺 并进行病理学分析 才能够确定 是新的肿瘤 的肿瘤 您的肿瘤 感谢观看